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我们在学佛当中,有时候想学菩萨,但是又觉得这么的难,因为我们人与日用,普因诸缘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家居室,我们人每天都要碰到各种各样的缘分 我们有时候遭到人家的诽谤,我们有时候为生活所逼,我们又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脱离它呢 所以讲的头头是道啊,但是真正碰到缘分的时候,人就傻了 就有很多妇女说,生孩子真的很痛苦,我生完了,我再也不想生了 过一阵子又是一个 人的毛病就是,自己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灭则种种法灭 我们要明白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看得远 我们今天所遭受的痛苦,我们要联想到我们前世没有种上这个好的因,我们才会在人间受上这个果 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事情实际上都是心中想出来的 当你心中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法就会生了 当你心灭掉的时候,它的法就会灭掉了 那么我们说,在人间啊,我们在佛法间 我们在学佛做人的话,就是这个道理 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心生了,我想买一个大房子 那么这个法就生出来了 这个法实际上就是人间的烦恼法 所以我们说了,人间种种都是心里生出来的 当你一句问,贷款你贷不到这么多钱 你的心灭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法灭了 我们称之为法,就是称之为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再想一想 心生者,种种的事情就会生出来 心灭,则种种的事情就会灭掉了 当一个人想跟人家打官司的时候 他因为心生了,要打官司 所以他就会被这个事情所牵连,所烦恼 如果当他这个事情,他要灭掉了 我不想打官司了 所以的,所有的为打官司所准备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万进不出一心啊 一心又融通万进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 还是你的心啊 你的心想开了,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你的心想不开,这个事情就出来了 所以一心就是融通万进啊 不管几十万个境界 不管什么事情方生了 你只要用一个善良的心 你都能化解它 你用一个慈悲的心 你认为一个在人间,让人能够接受的心 你就会融通万进啊 听众朋友们 我们说,罗里的心体本空 我们一个人,本身的身体是空的 如果这个人没有心 这个人就不成为人 一个人没有思维了 因为他心没了,他没有思维了 所以他的身体就是空的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大家能够明白 我们一定要放下万元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心 我们的身体才会空 就是因为心里想不通,才会生病 就是因为心里恨,才会生恶病 就是因为自己心里想着不该你得到的事情 而你拼命的想得到 你才会生出神经病 大家可能看见过精神病患者 经常自言自语 就是因为他在清楚自己灵魂还在身体上的时候 他很嫉妒人家 他很愚痴啊 他很想不通啊 他很称恨啊 到头来才知道自己已经心灵离去了 他的心灵离开了他的肉身 他就是像一个畜生一样的活着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要知道万象如幻梦啊 所有的现象都像做梦一样的 你们眼睛今天看见了所有的东西 实际上就这么一晃而过了 很多人为了一个婚礼 很多人为了一个party 很多人为了一个名 为了一个利 他和人家注视的在决斗 在挣扎 他甚至连命都不要 他想不通啊 万象如幻梦啊 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你就是请了再多的朋友 你就是再有钱 你也是如梦幻泡影 想一想 我们过去有多少电影明星 我们过去有多少帝王将相 各个都是为了明 为了利 现在又有几个能被人家记住的呢 他为了这些明和利 他付出了他的一生啊 他得到的是什么 他得到的是白骨一堆啊 所以 生也好 灭也好 实际上 就是心静 所以我们说 生命 生灭 为是一心啊 我们做任何事情 实际上你的心冷了 灭掉了 你的一切就完了 你的心永远像火一样的热 你永远在拼命的追逐 追求一些灵界高境界的东西 你这个人就是得到的永生啊 听众朋友们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就像台长 刚刚给大家放的音乐一样 大家听过了 就没了 对不对 大家 做过了什么事情 一段时间也过了 谁能把最风光的一面 留有永远呢 谁又能把过去 所不能抛弃的事情 留在永远呢 谁又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过去是对自己多么的孝顺 而眼前的他 似乎是陌路人 所以学博就是要看到根 学博就是要看到我们的基础 明白他是怎么成长的 他是跟我什么关系 这样你才能活得自在 你才能学得好 你才能明白 我们活在世界上真正的含义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台长节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大家知道我们学佛真的不容易 我们要鼓起勇气 我们要自己相信观世音菩萨 我们要自己明白来到人生真正的含义 我们不是来旅游的 我们也不是来恩将仇报 仇将恩报 我们不是为了讨债 我们也不是为了还债 我们是借助人间这块福地 能够登上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四圣道 让我们得到的是永远的超脱 我们永远不愿意再受精神折磨 我们也永远不愿意再受我们物质上的折磨 我们也不愿意再受到人间一切的苦难 让我们先改变在人间的苦难 我们以后共登极乐 好 听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好好修行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